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中国兴曲3D歌词争议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首先,因为一开始 我只是听歌没有说去研究歌词 在韩网也是只有一部分网友在投论 所以并没有关注这个争议 但是之后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私信 说在华语圈投论的热度非常大 接着在另一个韩国饭圈论团 讨论的人也变得很多 就去看了一下歌词 所以今天就整理了一下 对于中国3D歌词的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首先,快速给大家说明一下 在韩国引起热议的贴文是 一位网友上传的标题为 这位网友表示 虽然中国部分的歌词尺度刚刚好 但Jake唱的rap部分 是指亚洲女孩为了我在撒娇 有贬低亚洲女性的含义 所以这位网友觉得 中国的歌曲不是关于情侣之间的性感歌曲 而是变成了填满对亚洲女性幻想 想要与四个人发生关系的内容 因此让这位网友感到非常失望 也有些不舒服 我们来看一下对这则贴文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在与亚洲人合作的歌曲中 明知道主要消费群是亚洲人 却仍然选择贬低亚洲女性词汇 然后还发布并推广这首歌曲 这种行为是符合我们所理解的 普遍道德和礼意吗 世界上有那么多词汇可供选择 却偏偏要选择这种词汇吗 他在文章中故意描述 这个词汇最初起源于贬低亚洲女性 但最近随着街头时尚的发展 其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 亚洲面孔和欧洲或美国的化妆风格相结合 创造出独特的美 已经确立为一种时尚风格 简单可以理解为韩国ABC的风格 即使在Urban Dictionary中 该词汇也仅停到外表相关的含义 并没有性的含义 疯了既然在女性商品化 歌词一个一个都很糟糕 跟目前为止防弹的形象完全不一样 所以让人傻眼 可能就是成功喜欢这一方面吧 ABG's以前可能有不太好的含义 但最近不那样使用以前老年人用的含义了 Jack Hello的年纪大的话就不知道了 但他是98年生 不会使用以前的含义的 再怎么是Jack的部分 是Jack写的歌词 为什么偏偏是在成功的专机呢 这首歌都通过了那苛刻的各要审议 那些恶意的垃圾记者们也没有报道 还在说什么 真的很好笑 目前为止还没有媒体报道这件事情 歌词也通过了审议 再怎么说现在不是有那种含义 但是肯定也有很多欧美人是那样想的 非得要用这种歌词吗 一定要说女生对我怎样怎样 才是欧美风格吗 如果歌词真的是有贬低亚洲女生的含义 管他在欧美国家这种歌词很普遍 我个人也是觉得非常非常不应该 但是竟然能通过韩国保守的各要审议 因为是英文含义问题 所以真的觉得很复杂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 if you're like i wanna see it in motion